好几日期间卖铁敲罪赚钱 这句话依旧适用于现在的矿业板块 作为采矿服务商MIN稳中取胜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高马Kids独家解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既不是矿业三巨头 也不是排名第四的FMG 而是以矿产服务作为其主营业务的 Manual Resources Limited股票代码MIN Manual Resources Limited是一家矿业服务公司 成立于2006年 拥有涵盖锂矿和铁矿式的采矿业务组合 MIN一直在澳大利亚提供安全优质低成本的采矿 采矿建设和采矿基础设施服务 主营业务 其核心业务是采矿服务 例如工厂设施的设计、制造、调试、 现场操作和设备维护 以及提供专专业的矿山服务 如材料处理、工厂和设备租赁 工厂和设备维护、为矿回收、 骨料破碎、矿山设计、工程和施工等关节 除了采矿服务外 MIN也涉足采矿业务 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应严理矿床之一 行业分析 MIN的铁矿石开采业务 相对于逼合必拓、利拓和带水河谷的主要公司 不具有竞争优势 后者通过大型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 运输大量铁矿石 从而实践极低的生产成本 因此 MIN将业务中心放在采矿服务商 并保留一定的矿石开采业务 不确定性 MIN的收益 拒绝于不稳定的利益和铁矿石价格 直接通过销售和间接通过 向利益和铁矿石开采公司提供服务 其自身的铁矿石生产成本高 并且预计铁矿石价格未来将持续成压 矿产服务业务在短期内 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不太敏感 但从长期来看 价格疲软可能会减少对服务的需求 并可能使矿业公司寻求与MIN等承包商 分担利润下降 投资亮点 MIN自2006年上市以来增长强劲 董事长和董事总经理 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十多年 并持有可观的股权 MIN拥有来自加工基础设施的经常性收入 和收益基础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